中文字幕志愿者 对品牌而言别具异议是熟度脱离法拉利 使用自主研发的海王星引擎 受到市场好评 但对销量有明显注意的是SUV 人们预计11月亮相行车款 却因为金片荒 只能延后到明年春天 同样的问题正在全球车市蔓延 在台湾我们今年很幸运 这年车都很幸运 但它会影响我们的送货 德国豪车品牌受到全球车用 晶片大缺影响 买车最长要等上一年 有些品牌取消配件 甚至将数位仪表板 变成传统指针式 只未能顺利交车 某豪华品牌 它现在交车只交一把钥匙 因为听说那个钥匙的晶片是缺的 所以他们为了体现交车 有这个权宜之计 删检配件运用油线的晶片 来完成制造 然而车用晶片大厂瑞萨 却突然发出通知 明年起将再调涨晶片价格 让车厂在短缺之际 更加头痛 三缺许之雄方向太棒